用廣告彩很簡單就畫到棵樹很漂亮 準備好張紙之後 我們要弄到筆很濕很濕 因為今天畫稀的方法 然後拿啡色混合好之後 輕輕把顏色放在紙上 用來做地上 再加少許泥黃做泥土和 如果覺得還是稠的就加點水 然後把一張紙這樣 把所有顏色留在啡色的頂部 遊戲就正式開始了 預備好汁桶我們就吹了 要貼著張紙來吹 很隨意吹就行了 然後吹出來的紋去做樹幹 現在棵樹未夠漂亮 所以我再加粗一點 加藍色做樹幹的花紋 點點點點就可以了 再吹一些樹枝長一點 吹向上 但是呢就向不同方向就可以了 如果小朋友吹不到呢 就找大人幫手 接著就畫樹葉 這盒廣告彩 它的綠色如果畫自然界的綠色 不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們要找啡和泥黃來幫忙 接著就是光一點的葉 綠色加黃色 就畫到陽光底下的亂綠色 如果想畫深色的樹葉 就不妨加多一點藍色 再放在樹枝旁邊 就自動做到一些比較深色的樹葉 如果想清楚每一隻顏色 怎樣混合 怎樣做深淺色 不如去回我這條片 講顏色理論的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 就是這樣用筆拿顏色點 點到你覺得這棵樹不錯 挺好看 那就可以停了 接著就到地上了 首先我用深綠色畫一些樂葉 然後我再加咖啡色去做泥土 再接著我用深藍色 去把泥土很濕的感覺畫出來 筆最重要是隨意一點 做到好像不規則的形狀一樣 地上我想再染紅一點 所以我加咖啡紅色 因為接下來的天空 我想是橙黃色的日落 剛剛畫完地上 所以筆一定要洗乾淨一點 我首先想畫一個鹹蛋黃的日落 然後我想全天空是橙黃的 大家現在應該知道 在邊邊拿顏色的好處 雖然有一邊的黃色 被綠色污染了 但是現在我們再找黃色 拌橙色的時候 黃色用另一邊 就完全沒有受影響了 慢慢把橙黃色 放在樹葉和樹葉之間 去做一個透光的效果 即是陽光好像在樹葉之間 流點光下來 小心點樹枝 因為現在是比較深的啡色 如果黃色加在啡色上 就很容易污染 如果黃色最好 就是用清水去畫 如果用髒水畫 黃色就會變得很不靚 很髒 我們希望做到很明亮 萬一黃色真的髒了 我們洗筆再來就行了 所以畫廣告菜呢 最重要就是有洗筆的水 以及有清水畫畫 如果你不記得了 或者不清楚怎樣洗筆 不如看看這條片 裡面會說到一個 一二三的洗筆法 在黃昏的時候 地上也很漂亮 染了很多橙紅色 所以我這次提一提小朋友 在泥土裡 加多些橙黃色 整個氣氛就會變得很黃昏 畫完地下之後 太陽好像暗淡了 不夠光 所以我就拿多些橙色 再鋪上面 讓太陽再突出一些 廣告菜有個這樣的特性 它乾了之後 會比較啞色 所以等它乾乾的 再看多一次 不夠色就再加 好了 今次的分享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聊吧 拜拜 我們下次見